随着国足0比0门平巴林,为期多天的西征彻底结束,国足首战全主力助击的情况下,被青年军为班底的卡塔尔当头棒和路德哥领导一输球的下场,也遭到了国内舆论的非议,次战巴林,国足继续西征,依然未能取得进球。 比赛也在0比0中结束,两场比赛取得一拼一副,为打进一球,丢了一球,国足的表现让球迷十分不满,当然李皮也很无奈,这只以30岁以上球员为主力班底的国足,竟然打得如此差劲,在赛后发布会上,李皮指出接下来球迷就会知道,哪些人会留在国足,哪些人的表现不符合的将要离开。 同时李皮也早已做好了被球迷批评的心理准备,毕竟这两场客场比赛太伤士气,郑智在赛后发言直接讲到,联赛处于密集期,客场连续打这么有强度的比赛,的确难以在状态,而且天气十分严热,此番发言也让球迷觉得他在甩锅。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连续两场比赛担任首发门架,并且发挥一场稳定的严峻林也在后收放时讲到联赛密集来打客场这样的话语。 此外,研究李逆真剑系指出国足持续低迷的癥结所在,前场球员把握能力不太好,他指出了前锋们无法取得进球,导致球队一直挺被动,接受采访时,冯霄婷讲到,球队不如是二场赛期间打得好,球迷对我们的批评我们也都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冯霄婷手炸卡塔尔十分差劲,也遭到球迷批评,此番发言更像是在发表愧疚质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